开斋节期间罪案频传 雪兰娥州四名蒙面刀匪初次干案 准备抢劫提款机 结果因为触动警铃 最后只能在分文未得的情况下落荒而逃 这一批匪徒今天凌晨三点 闯入雪州树邦在野布特拉高原的 巨人霸吉市场干案 四名匪徒先以扒冷刀制服三名保安人员 并将他们捆绑在地下停车场的保安室 在取得霸吉市场的钥匙后 四名汉匪尝试报窃广场底层 和一楼的三架提款机 不料触动警铃 吓得四人惊慌地空手逃走 警方将援引刑事发电第393条文 企图抢劫罪名调查此案